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猥亵一个中国女的被周围人发现 暴打一顿视频传出去 问题是我昨天听说就人让搜索出来 这个老外以前在地铁里曾经摸过女人的屁股 这都能搜索 不是好像好像那个是地铁里有一张也是他 但是看起来是他之前拍了 有人拍我觉得很奇怪 确实地铁里怎么拍到他 然后他又跟着这个女孩 一直跟到那个花坛那块 然后威胁他 不是以前的 他不是以前 他比如说是前后之间有这么段时间关系 那可是我就不知道谁在前面地铁也拍到他 这边又在拍到他 这个当然已经出事了 肯定有人拍 就地铁里谁拍到他的 是不是监控的那个录像 就是在边上拍 咱们可以看一段他性骚扰的那个 这玩意好看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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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累死了 你笑我 啊 为什么不累 你来了吗 来了吗 来啦 来啦 好可怕 来啦 打他 这个人肯定也练过 谁练过 我估计打人 有这个打 估计以前练过几手 练练练练 这事引起你们什么感想 反正直说是挺痛快的 应该有人建议我们上去 但是勾起来的事就多了 勾起来什么事 我觉得勾起来 外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 是怎么就养成的 就在中国居然敢这么大 酒是一种催着急 可是他的骨子里面 还是他喝酒在日本他会吗 为什么在中国他敢这么着 就中国本身给他带来那种可行性还是什么 听他们说 这咱没调查 说香港的外国人和北京的外国人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香港的外国人大多都是一些专业人士 比如说银行的或者什么的跨国公司的 这些做专业工作的 北京的外国人里面其中有一部分 是一些国际破落户 国际盲流 他知道北京这地方好混 尤其是外国人在这好混 而且北京市民 我也听迪士斯基说过 咱那不是真的假的 就是说他就说 他说有一次这老外喝大了酒 是吧 在那踢我的汽车轮子 一群人我们就把他暴打一顿 中国人就把这老外暴打一顿 但是暴打一顿之后 送到派出所 警察他就说 有点不太敢招外国人设外 一设外了就觉得 这个事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其实当然小事化 想讲的应该是所谓的那种 外国人的优越感 我觉得除了优越感之外 你说养成 我觉得有时候 真的是我们自己养成的 把这个铺上网的这个人 影片铺上网那个人 他讲说 在我们去救这个女孩之前 基本上大家再围观 大家再围观 连他们在打人的时候 大家继续围观 所以你会觉得 那真的是有机可乘 就我们给他养成量了 给了他这样的环境 对 但是你作为导演 倒是也可以说说 你觉得你们中国导演 对人家外国大片 又是种什么感情 对 就搁一块了 就等于说是 我现在觉得 现在外国大片进来 本身就要说 也应该很公平 这个市场是开开可以 那么你进来 但是现在就是进来之后 好像也是给他捧到天上去了 是吧 但他确实在挣钱 外国电影大工业 进来视觉听觉都很好 变挣钱 能挣钱 他就好像有点快信道 他开了快信道 然后这边的中国车 堵在路上 不一年才二十几步 听说 现在二十步 现在加了十四步 现在三十四步 但三十四步的话 你想五十几个礼拜 真的每个礼拜都会有 那这中国片 溃不成军 我跟你说 跟着外国 咱这不得 当然你导演也不得不说 以至于你那个陈凯歌 前两天不还要听说吗 说这个面对 这现在成了一个电影界的话题 就是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连连的被这个外国 好莱坞这大片 打的 这都太惨了 然后呢 这陈凯歌就说 面对这个外国大片 我们华语电影 也不要当怨妇 甚至说什么呢 就说 他们也是逼着我们进步 不是 其实作为一个市场 如果公正的话 应该更多的渠道 更多元 这是肯定的 我们一直在说 比方说 现在的几个大片 还是其中在一个 我们的国有的 可以进口的手里 那么他们把这个资源 当成就是自己的资源 但其实很多民营公司 他没有办法去引进 除大片之外 其他的影片 就他的抗衡力度不够 就是中国大片 要做的话 一时半会 跟人家去拼技术 这是不行 我说美国 现在毕竟是工业 它不是一个产业 是个大工业 故事简单 但是工业扑上来 那么我们中国 这个工业要起来 他觉得一定是 我也真不能理解 那个复仇者联盟 你看了吗 看了 你看了 这是一个 我看剧情介绍 打死我都不想看的电影 是吧 可是呢 怎么看了的人 都说你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觉得电影 口碑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是从来不相信 那个广告 因为广告 他剪那么几十秒钟的东西 当然是把最棒的东西 剪给你看 但我觉得口碑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我通常都会问一些 看过的人的意见 那有时候那种 很两极的那种 通常一般 全部都说好的话 那我反而都不太相信 那种有很两极的那种 我反而就会愿意去看 或者你自己看完之后 自己判断 对吧 自己判断觉得好和不好 符不符我的口味 是 你看了吗 副手整理吗 我都准备去 可是我实在克服不了 我这个恶心劲的 你对吗 我就什么 我说什么绿巨人 还有什么钢铁侠 把这些东西凑一块 我老觉得这像是个 好莱坞的那种 挺烂的喜剧片的 这些人物 这所有的人物 都是美国的一家动漫公司 叫Marvel 他们旗下的不同 就是他们美国人 从小看到大的 各种的 就是一个人物 是一本漫画书 他最后因为大坏蛋来了 他把所有的英雄人物 全部集中在一部电影 其实这也就是 潜驴济穷了 对 他们说要是 这还不是最强阵容 如果这玩意能卖钱的话 还有另一家公司 拥有那个蝙蝠侠 还有那些更是一线男性 是吧 又来了 他就是变着花的 在市场里 变着花的 让变钱吧 变现吧 属于那种的 而且这个钱 你像卡梅隆 已经充分认识到 说要跟中国电影共存亡 你想太坦尼克号 这个3D 一个电影再看一遍 都能在中国大陆 1.5亿美元的票房 他在北美的票房 5000多万美元 他现在看出来了 他的全球 这次泰坦尼克的票房 有一半是中国 现在就中国人 确实在 在很多情况下 被人家看出来 就这 怎么说那句话叫什么 这话保险 是你人想钱都 你说的 确实 那我们在这里面 就在一个整个发展 和市场化的过程中 这是难以避免的 我认为是难以避免的 你让他生推 就不对 不符合市场规律 你们要去开 你们怎么办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咱们要去下广告 你给解答解答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的话复联还在 大船还在 军舰也在 几个大片都在 还有又上了六部 你想太挤了 中国电影什么 中国电影还在 有几个中国电影还在 太挤了 我觉得就像堵车一样 我现在觉得好像四环路堵住了人的感觉 没法开了 你就绕一绕小道 或者是等一等 错过高峰期 这么想的到 我跟你说 我现在体会到 这个事就跟范良一样 一个人看的电影是有限的 我还真的是 就是说看了这个 就会少看一个那个 看个电影挺累的 真的 在中国 而且他有时候票价贵 贵会一般的观众 他真的说连看那么多 他这腰包是受不了 但是现在看电影 我觉得是各种打折 我先这样讲 我常常觉得就是说你拿美国大片跟中国的片子来做比较 我觉得其实你不能怎么讲 我可能是站着说人不腰疼 我有好的大片来 我会看 但有好的国片 我一定也去看 我不会因为说我看了一个国片之后 那我就放 我就舍你 舍掉你的电影 如果这个电影是好电影 我一定去 那是你 很多观众他就不见得这样 他就是 就看一次 或者哪怕他要看两次 他也都要花在那个大视觉 和听语言效果上 没错 就有大量这样的人 我现在就已经养成了不到电影院看中国电影的好习惯 好习惯 有没有 我觉得真是不能解决 你得带头 你得带头 我现在看了以后帅飘跟的 是吗 我就觉得确实啊 他们这些拍这个很好的文艺片的这些导演 你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我就是说 我在家里看碟也行 我如果家里足够的影音设施好的话 我看碟也可以 但是呢 他美国的好莱坞大片 这个声光化电这一套啊 使得你必须到电影院去看 他还是这样 就是现在的这个电影院是大型的 就是商业院线 是整个美国复制美国那个商业院线的系统 几块荧幕 然后把它上来全是商业院线 那么这个商业院线 当然他这个技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就美国 刚才你说美国大天进来 你要是马上想跟人抗衡 你技术上一时上不去 上不去之后 确实会被打得吸睹划水了 那中国电影其实本身要讲故事啊 讲点人文啊 讲点自己的特点 我们的感情啊 我们的社会生活啊 反映点现实啊 其实这些东西呢 还是在的 就老百姓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管他通过是电视看啊 还通过什么看碟 他还是在的 类型还在 但是我们现在解决不了在哪里放 因为你把这个类型放到美国大天同样的市场里 这块荧幕再放着那个复联 这块荧幕 你想让观众分离看你的文艺片 然后让人家那个 那个我觉得不公正 观众也觉得干嘛 我肯定去看那个 那么作为票房也是 我这边放着 哎呦 这个这个门庭落室的 这边门口罗区 我当然就 不能看着眼睁中一块屏幕浪费 这个东西呢 就如果完完全全让他扔在这个市场 跟美国大天去干 就跟大真是拿一个小山板去撞那个 航空母舰 那打不赢的 这个最近这个舰长韩三平吧 我还发表演讲啊 我还看了一段 他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说法国有一什么人 写了一本书叫主流 他说中国电影啊 这个主流这一块 他觉得呢 美国你说这好莱坞啊 为什么能吃遍天 全世界都都都好使 可是其他国家的电影 连自己本土 你的市场都打不开 这是为什么呢 他就讲啊 有个主流文化 老实说 这所谓的主流 平常还是这个艺术家们瞧不上的 就说这个多俗啊 对吧 可是呢 你不得不承认 他就说美国的这种主流啊 能吃遍全世界的 他提出一个概念 叫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 但是我觉得小帅 对他这个又有发挥 更有意思 我说的就 下面应该加一个个人 就英雄主义 再一个个人英雄主义 美国电影 基本都说的是个人英雄主义 都是一个个体 最后拯救了这个地球啊 挽救了自己的家庭啊 什么什么 都自己上 有的是 你看他好多是警察吧 就身为警察 他最后也犯了错误 要离职了 什么把枪都交回去了 再回去 然后突然看见这事再杀回来 他都要离开这个主流 对吧 不是说我们这块是属于 要这么说 书记出来了 市长出来了 警察局出来 都是这些人在帮助 我们这是电影的一个基本规律 就违背了电影基本规律 电影是什么 电影做的观众看着 在安全的地方 看荧幕 他就把很多梦想 很多比如说 平时你比如路见不平 不敢打的 对 你不敢上的 通过在荧幕上 通过某一个人 跟他类似的一个普通人 实现了 那么他的梦也随着 这个电影的梦的实现 所以他是个人英雄主义 在起作用 这样的话 走到全世界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 小小的压力的 又怯懦的 又弱者 在荧幕上就彰显英雄主义 这个东西是打遍天的 感觉你们说的 好像就是英雄也好 个人英雄好像打残了 我们的这个影片的市场 但是对我来讲 就是我一个身为一个消费者 我很小我就喜欢看电影 像这种英雄主义的电影 我爱不爱看 我爱看 但是这种电影看了之后 我基本上就是直接就 看完就删除了 就是被娱乐到了之后就删除了 但是我觉得好莱坞大片 有很多其实非常感人的 他们刻画一些很多人 很有人性的东西 那就是说从我 开始看电影到现在 我很多电影 我看完一次 我会看第二次 我甚至于会再去买 正版的光碟 回家收藏 所以他可以赚我一次 两次三次的钱 所以我其实觉得 就是说他的什么所谓的工业也好 他的那些什么硬体的硬件的设施也好 我觉得那个其实都是后话了 是一部分 其实美国好就好在他太大 他这个容量 还有他那个多元和丰富 太丰富了 你想除了 刚才官员说 除了这个我们现在引进的单一 就是机械的大的 就是他们说这个这样下去 中国把未来的孩子培养成就是机械狂 全是这样了 就单一的 其他的好多 你想这个什么的人文的 他讲有些不这么打的 讲人性的人情的 我们就不引进 因为我们一搞 这不商业 不打就不引进 这样的话观众就看不到那一部分东西 还有呢 就是美国本身 他除了这个大片 是一部分 还有大量的那种 那种人文的案 还有独立电影 在东方有独立电影 那独立电影呢 他就跟这个主流价值观 他可以违背 他可以相背离 就主流价值观必须是这样的 他有专门播放独立电影的电影院 而且常年 美国树立了一个国家价值观 什么价值观 树立好了 商业片必须这样 文类是大众 看完以后 你说的对 吃着爆米花 耶 美国为什么又说 OK 他简单 但是呢 独立电影就允许 你这个导演说点不同的话 是 那你可以仇恨社会 你可以施展一些暴力 你可以觉得这个人 坏人变成 他可以违背这个东西 让这部人也生存 你想美国今年嘎大电影节六部入围主竞赛 对不对 六部 那说明什么 就是这边我们在看着美国大片欢天喜地的时候 人家那片独立 独立之片也是登到那个嘎大电影节最顶峰 有六部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 咱们反倒是什么呢 很多这个大片的规模的东西啊 出来为什么让老百姓看着它提神呢 你知道吗 就是他 他拿出来的这个伦理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呢 是很小众的就是很很很另类的片子探讨的那些个问题 你比如说还是谁拍的一个大片 什么乱伦的 是吗 这种好像就是一般的全家观众 他不大能够在一块欣赏这个事的 但是呢 咱们是以一个大片的规模去探讨一个乱伦的一个问题 你明白吗 所以这就是说他还能听他们讲的就是这意思 就说这个老百姓基本能接受的 我发现是也辈俗的 对吧 就是个人英雄啊然后为了老婆孩子啊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好丈夫什么好附近啊 或者小点为了家大点为了国家 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个东西是百 怎么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对吧 好像是这一套 今年年初呢有一部电影 而且还是印度电影 赚了我两次门票 三个傻瓜 三个傻瓜 对对对对 我刚才我第一次去看完之后 我第二次为什么再回去 我陪着我几个妈妈的朋友 妈妈级的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 因为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很 虽然是个喜剧片 但它非常非常的励志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口碑很重要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它在香港播出的时候 是最差的时段 就是说它可能只有早上什么 十一点钟有一场 然后半夜十一点钟有一场 中间全都播美国大片 但是我去看那部电影的时候 满场 人是满场 所以我觉得人家也没有 什么很厉害的动画 还是什么厉害的那个英雄出现 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碰触到 人性最抵触的 最深层的东西 我觉得那就是成功的东西 你说那个电影说 艺术有多高也不一定 但是呢我都看着流眼泪 而且确实像你说 一边笑一边哭 又笑又哭 他就是给你弄的这挺干嘛 而且你说这酒香怕不怕 巷子深 现在怕了 现在真怕了 现在就太多了 信息量太多 你像那个赛德克巴莱 在香港也有个例子 好像票房很不好 其实我去看了 我觉得很值得一看 魏德胜这个赛德克巴莱 最近也要在中国演了 赛德克巴莱 我认为在香港 他就是宣传错了 他在香港的大海报 还写什么呢 台湾的阿凡达 你说这玩意儿谁去看呢 咱们先去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风盛十年延续美丽传奇 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现已接受过敏 预知详情 请登陆凤凰网 船长千年延练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幻 红花狼 你说 就说回来 刚才说的所有的一切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引导 因为观众 作为消费者 他去看这个什么电影 他是满足就好了 那影院他经营赚钱都也好 这没有问题 但引导就像 比如说这个事 这个就还是那个外国人的事 我又看到后来条新闻 就是我们的公安 公安局经过审查的时候说 他是确实有这个行为的 那么见义勇为者打人的是 叫正当防卫 得出结论正当防卫 是不受刑责 你看他得出这个结论 就把这事就弄好了 就观众就引导了我们 以后我就敢了 因为有背后有真正的 有客观的 有正确的东西在支撑着我 那我敢做 以前我打了人 扶了老头 扶了人 最后一讹 最后说你是 反而一讹你 你看引导 后面这东西错了 我们就前面就不敢做 这个也是 那电影也是 电影的话 你想那个电影院 那么好 我开另类的 别的电影院 我让这些电影 像法国有七千五百块 法国七千万人 是五千块荧幕 五千块荧幕呢 你知道吗 只有三千块 是可以上这个 像复联和大船的 有两千块 将近不到两千 一千五百块以上 是叫艺术影院 国家补贴 这样的话 你想美国人进来 他就不能横冲直创 他只有一个 限定在这个路上走 这两千块 让 是 让 因为他没有办法 因为你面对这么庞大的商业体系 那国家就出来 制定一些在市场上 相对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些东西来 来引导 来推动这个事情 走一个相反 那么你想 有一千多块荧幕 空间就出来了 那么刚才你说的那些 那些电影啊 有人文的什么 就可以在那放 你不必要在水火不容的脸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么弄啊 有个问题啊 挣钱的那个总量就少了 那就是 那就国家把钱和文化要怎么看待了 对啊 其实就是个例子当头 例子当头 他现在他说什么华语电影 不要当怨妇 我觉得倒不是怨妇啊 有些情况下 他是仓妇啊 你知道吗 他这完全是钱 我现在听你们电影圈的人一聊啊 这个就是真是圈钱呢 什么明星你要多少钱 他要多少钱 有了他有了他就能够多少钱 所以你看啊 现在你就 我认为你 你早晚有一天就要收获这个信用破产 对吧 吃你的大盘导演 吃你的大盘明星 那这戏拍不好 慢慢的中国电影真的就是 美国的气也没少挣钱 你知道我到昨天还收到一张 我1996年在美国拍的电影的一张支票 金额不高 几十块钱美金而已 这是人家版权 就版权 对 所以我觉得人家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这个是他的传言